电影爱瞎看陪你砍大山 欢迎来到夏季二看 我是老二 据传如果男子未破身去世 就会变成恐怖的青头鬼 必须在7月14日之前 在阳间找到一个纯洁之身的女子结合 方才可以投胎转世入轮回 今天老二带来的就是与此传闻风光的电影 话不多说且看衰鬼翘墙脚 豪华的大宅里 所有人都沉浸在新婚家偶天城的余月里 只有捉鬼大师看出其中有古怪 新郎大卫走路双脚步着地 抛上是大忌 猜测到他可能是个骗婚的青头鬼 师父吩咐徒弟想办法摘掉他的帽子 自己戴上准备好的八卦镜查看 果不其然摘下帽子后 大卫头顶赫然有着一撮青色头发 师父连忙吩咐徒弟们开始行动 此时二人已经里程顺利进入洞房 大卫使用独门技巧合焰纯洁之身 将女人双腿分开念诵咒语 如果真的是双腿就会自动闭合 很明显女人真的是触自身 大卫心中暗自庆幸 终于可以投胎转世 但就当二人准备入洞房时 捉鬼大师和徒弟前来敬酒 酒杯之中赫然正是鬼魂最怕的黄酒 大卫健壮连忙谎称自己不会喝酒 谁知软的办法行不通 徒弟又来应招 黄酒泼在大卫身上刺眼的电光火花瞬间冒出 自知事情败露 他连忙使用隐身法逃离 结果大师早有准备 房间里的出口已经被符咒封死 大卫想要强行逃离畏果 魂魄再一次受到损害 就连最简单的隐身法都做不到 大师和徒弟立刻乘胜追击 用水枪里的童子尿攻击大卫 眼看无法强闯 大卫使用计谋逃出婚房 谁料大师早已布下天罗地网 徒弟们手持各种道具最终拦下大卫 五个徒弟手持八卦镜 耀眼的光芒组成一个五角星 将大卫的身体死死捆住 眼看就要成功收服时 被欺骗的女人冲上来殴打大卫 岂不料竟打破其中一面八卦镜 阵法失效 大卫连忙趁机逃走 正巧一辆货车经过 他连忙爬上去 谁知货车里坐着一群黑社会手下 他们误以为追来的大师和徒弟是敌方派来的 一群人怒火上心头 提着大砍刀冲下车 大师和徒弟们无一幸免于难 大街上发生砍人事件 路边的出租车司机立马开溜 大卫趁机坐上车离去 沿途有个女人打车 本以为是上天给自己的恩赐 结果女人携带着一只黑狗 黑狗察觉到有鬼存在后 狂飞不止 无奈大卫只能闪身离去 正巧附近有一栋装修豪华的房子 他决定进去稍作休息 这间房子的主人名叫Lisa 他的未婚夫名叫阿伦 阿伦人尽中年 在电视上从事一档娱乐节目 二人已经相恋七年 下周五就要成婚 阿伦想要先上车后补票 却还是征求不到Lisa的同意 因为她曾发过誓 一定要到结婚当天晚上 才献出自己最宝贵的东西 大卫一听都觉得不可思议 Lisa年纪这么大 竟然还守着自己的真结 相比较姐姐的保守 妹妹Mimi却格外开放 她对待男女知识也十分有经验 发现阿伦为此苦闹时 Mimi献上一记 只可惜这招对于Lisa而言 根本不管用 为了防止阿伦余具 她跑去和Mimi同睡 正巧这也给大卫一个检查的机会 虽说她不相信Lisa年龄这么大 还保守真结 但还是使用独门技巧合验 结果发现Lisa真的是纯洁之身 大卫瞬间起了贼心 翘墙脚的想法油然而生 正所谓进水楼台先得月 大卫来到楼上Mimi朋友家准备纠战雀巢 欢乐的音乐声此起彼伏 四人正在潇洒快活 大卫凭空穿门而尽 热情的向他们打招呼 他表明自己是鬼的身份 想要和四人一起吞云吐物 四人正玩的兴奋 以为大卫在开玩笑 起不了下一刻他们直接看傻眼 大卫的双手微微扭动腰身 上体和下肢瞬间一分为二 更恐怖的是大卫竟然还能言语自如 下肢也能正常走路 四人瞬间被吓得惊掉下巴 蜷缩在一起瑟瑟发抖 大卫悠悠的表示自己想要喝橙汁 众人推推嗓嗓称那是其中一个男子的橙汁 无奈男子只得将橙汁递过去 他颤颤巍巍的将橙汁递过去 根本不敢看大卫可怕的鬼脸 因为没有下肢 橙汁全都留在了地板上 四人也全都吓得屁滚尿流 大卫健壮连忙接好自己的下肢 朝几人步步逼近 结果他们全都吓得落荒而逃 最终只剩下房东一人 房东被吓得语无伦次 听到大卫要住在这里 止不住的点头表示答应 最后连租金都没要就落荒而逃 计划第一步终于成功 大卫心里实在得意至极 谁知敲门声再次响起 本以为是四人折返他连忙躲在门后 半做鬼脸想要吓唬他们 不曾想开门之后竟是一阵红色烟雾 而在那烟雾之中的身影赫然正是鬼差 原来大卫和鬼差约好今天去地府报道 无奈之前那桩婚事被破坏 约定没有达成 大卫健壮连忙逃跑 可他哪能是鬼差的对手 二鬼差通力合作 用一根线绳将大卫打得遍体鳞伤 眼看七月十字将至 大卫再找不到纯洁之身 自己就无法再入轮回 如果对女人使用鬼法也是相同的结局 距离七月十四还有三天 鬼差表示到时不管结局如何 大卫都要来地府报道 想要女人主动献身 首要的事情就是包装自己 大卫来到寿衣店买车买衣服 因为阳间物只能用阳间卡 他悄悄偷了老板的信用卡 慷慨取出八万随意挥洒 有了豪车和精美的服装 大卫的气质都提升不少 他潇洒的开车回到家 结果郑乔与阿伦的车子相遇 不过并没有想象中激烈碰撞的货化 因为阴间的车在阳间是虚无的 送走阿伦后 丽萨准备回房间 却听到有人在和自己打招呼 可放眼望去门口根本空无一人 只以为是别人的恶作剧 丽萨并没有当回事 这时大卫也想起还没给他开天眼 他拿来柚子枝条扔进水管里 只要用这样的水抹到人的眼睛上 人就能够见到鬼 丽萨和咪咪都用了这样的水 不过咪咪先看到窗外的豪车 以为自己的朋友发财 连忙跑到楼上敲门 很明显大卫对他并不感兴趣 但只有引开咪咪自己才能和丽萨独处 他很聪明将自己包装成咪咪喜欢的模样 改头换面称自己名叫robot 成功用豪车将他引走 路上咪咪想要飙车 结果遇见学徒练车 他一时间暴躁不已 一直按动喇叭提醒前车 教练淡定的教完学徒操作 暴躁的探出车窗 重骂咪咪要去投胎 却不想只能看见咪咪人在移动 然而他身下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豪车 教练瞬间慌了神 起初的嚣张气焰全无 他连忙操纵车子飞速逃离 一旁的学徒顿时感到莫名其妙 可当看到咪咪凭空开车时 下巴煞时间被惊得差点掉下来 原本不会开车的学徒操作变得行云流水 一个急转弯飞速逃离 事到如今咪咪还不知发生何事 自以为潇洒的开着豪车 谁料中途路过文武庙 寺庙的力量瞬间将大卫弹飞 百万豪车当场失灵 大卫健壮以找拖车为借口 嘱咐咪咪在原地看车 实则自己悄悄溜回去找丽莎 可怜的咪咪不自知被鬼欺骗 围着空荡荡的公路守护几个小时 东华三院文武庙位于香港上环河里活道 是香港开布早期的中式庙宇 它建于1847年至1862年间 由文武庙列圣宫和宫锁三栋建筑物所组成 文武庙主要供奉文帝及武帝 文帝又名文昌帝君 全称为文昌武列子童帝君 他手持毛笔直思文学和官路 文昌帝君是蜀王张玉 子童神亚子与文昌星君三个神灵合并而成的神明 识人认为蜀王张玉即为子童神亚子的转世化身 子童神为文昌星转世三神合并故称其张牙子 受世人学子敬奉 文昌帝君与大魁帝君 朱一帝君 福佑帝君 官圣帝君 合称为武文昌 而武帝即官圣帝君 也就是官公本尊 他身穿绿色长袍 手持长剑 代表忠义和武略 在宗教文化方面 关羽被道教尊称为官圣帝君 文恒帝君 被佛教尊为护法截兰菩萨 盖天古佛 被道教尊为邪天大地 祥悍天神等 大魏一溜烟回到家里 发现丽莎正在看电视 于是她心生一计将天线给扯坏 想要修理 必须经过大魏家才能到天台 大魏正巧也就在家等着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或者鬼 丽莎爬上去修天线的时候 大魏使用鬼法让梯子断裂 上演一出英雄救美的戏码 为了和丽莎有更多相处的机会 大魏假装膝盖受伤 就这样她和单纯的丽莎相识 但凭这点肯定不到以身相询的程度 大魏开始使用套路撩媚 如同怀念一样感叹丽莎很像自己的前女友 并且二人的名字也极为相似 一个叫丽莎 一个叫丽莎 不过只可惜三年前生日会上 她去世了 丽莎虽然被唬得一愣一愣 对大魏的怜悯之心油然而生 不过她并不是那种见色起义之人 心里始终惦记着她与阿伦的婚礼 大魏想要浪漫的心瞬间粉碎一地 丽莎上前安慰 表示二人还可以做好朋友 这时警察突然登门拜访 称咪咪一直在马路瞎指挥交通 像吃错药一样告诉其他人自己在看守男友的豪车 实际上马路上根本空无一物 因为妨碍正常交通 咪咪被带回警局 现在需要丽莎去做担保 大魏也想起来自己的车子连忙走下楼梯 丽莎嘱咐她受伤千万不要乱动 但在警察的眼里 楼梯上分明空无一人 二人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 只以为咪咪和丽莎是神经质姐妹花 有了丽莎的担保 咪咪被释放 就在二人争论时分 大魏开着豪车缓缓驶来 看着暴跳如雷的咪咪 他只好称Robot是自己的弟弟 大魏表示这次来接姐妹俩 也算是为弟弟抛下咪咪赎罪 三人边说边笑上车准备走 谁知咪咪看到捉自己的警察 愤愤不平的叫他们过来看自己的豪车 可在警察眼里面前根本没有什么豪车 二人瞬间吓傻在原地 直到姐妹俩真的如坐车一般凭空移动 才明白自己撞鬼了 二人吓得落荒而逃 连忙逃回警局 败寄官老爷 大魏带着姐妹俩回到家 咪咪愤怒的冲上楼找Robot算账 扬言如果找到就砍死他 结果翻箱倒柜之下 竟真的看到Robot的肩膀上架着一把大刀 咪咪瞬间含毛乍起 发出惊恐的尖叫声 他以为自己抑郁成衬 结果Robot身上的只是道具刀 因为被吵醒 他把刀总裁的气势显露无遗 看着拽拽的男人 咪咪又开始春心荡漾 他被爱情蒙蔽了双眼 根本不顾忌二人才认识一天的事实 最后还答应下来请Robot和大卫吃饭 第二天 阿伦和姐妹俩在厨房里忙活 咪咪在一旁鼓吹兄弟俩 大哥斯文大方 弟弟狂野奔放 潇洒横外 简直就是姐妹俩的良配 这对于阿伦来讲 无异于在挑衅自己的地位 虽说Lisa并无二心 但男人的尊严还是有被伤害到 做好饭后 咪咪上楼叫兄弟俩 可大卫和Robot根本不是两个人 而是同一只鬼 大卫恍成Robot经常会在厕所睡着 需要咪咪用力敲门 自己则趁他不注意穿墙进入厕所 Robot假装让咪咪去去窗外的内裤 原本咪咪可以在窗户格子里穿梭自如 结果大卫凭空施法将他的头卡在里面 好给自己和Lisa独处的时间 谁知阿伦也在家里 恰巧喝了泡有柚子枝条的水 他的天眼也被打开 大卫拿着花登门拜访 他谎称Robot和咪咪在上面玩得开心 所以自己就先下来 面对如此年轻帅气的男人 接近中年的阿伦自是心生敌意 只不过二人刚见面认识也没什么好说的 于是他来到厨房和Lisa闲聊 大卫在客厅里把准备好的光碟放进放映机里 并且将自己的眼珠子抠下来 放到厨房去偷窥二人的情况 结果阿伦误打误撞伤到他的眼睛 最终什么也没看到 饭终于坐好 三人围坐在饭桌旁 大卫使用鬼法凭空调台 节目里正在播放关于中年男人衰老症的内容 对此阿伦并没有放在心上 自估自的开着红酒瓶 却不料大卫出阴着控制酒瓶塞子 阿伦费尽全力终于打开 结果用力过猛 不小心伤到Lisa 他连忙起身过去扶 双手双脚却突然失控 大卫趁机行事 将倒在地上的Lisa扶起 场面一度尴尬起来 可他怎么会轻易放过阿伦 就在三人准备喝汤时 大卫凭空影响阿伦的视线 让他把汤灌向奇奇怪怪的地方 这些症状无一不与刚刚节目里播的一样 阿伦并没有放在心上 想要给Lisa加些饭菜 结果双手突然不受控制 如此一来 阿伦真的以为自己得了中年男人衰老症 恰巧电视机里播放起医治方法 那就是多吃钙质的食物 餐桌上饭菜居多 只有豪壳能够补钙 丑态摆出的阿伦信以为真 一个接一个拿着豪壳狼吞虎咽 Lisa顿时感觉到丢人不已 嫌弃的眼神已经要飞出天外 虽然阿伦并不在意自己的丑态暴露 但他总算是看出来 大卫是想抢自己的女友 大卫也毫不掩饰 直接表明自己的来意 他只需要得到Lisa的出业 以后的都会留给阿伦 回到家后大卫改变成Robot的装扮 带着咪咪来到一个很刺激的地方 八角龙 里面都是女人在进行PK 个个的凶猛无比 大卫真是一个腹黑之人 竟然悄悄给咪咪报名参加 并且表示他想参加那种打到半死的程度 大卫拿到钱后找借口让咪咪留下 称自己去去就回 咪咪的结局可想而知 被比赛人员强行推进八角龙里 她想投降 无奈比赛没有这一规则 女人一拳一拳打向咪咪 咪咪连忙逃窜在八角龙里 只可惜还是被打得落花流水 女人招招激动要害 打到咪咪引以为傲的地方 这下彻底激怒咪咪 她开始无情的反击 母老虎升起气来 战斗力瞬间飙升 大卫回到家后去找丽萨 谁知阿伦竟然还在家里 看着她一直纠缠女友 阿伦心生遗迹 打电话叫叶英为大卫上门服务 只要丽萨看到这龌龊的一幕 就不会再对大卫心生好感 谁知大卫通过鬼法得知这一切 准备将计就计还击 阿伦打电话叫完叶英上来找大卫 二人心照不宣的双手背后 结果最后反应慢的阿伦被一棒子打晕 趁她昏迷 大卫控制了她的思想和行为 这时现实专送的叶英上门 她爬上阿伦的床 二人准备行苟且之事 大卫准备下楼找丽萨看好戏 结果此时咪咪也回来了 她不仅把那个强壮的女人放倒 还拿回了金腰带和奖杯 咪咪简直就是个被爱情耽误的拳击手 她冲上去要去找Robot复仇 谁知一进门竟然看到姐夫阿伦偷心 神情呆滞的阿伦指着咪咪 重复着大卫交给她的话 咪咪见姐夫毫无愧疚之意 冲下楼要告诉姐姐丽萨 话音刚落 阿伦竟然昏睡过去 这样的状态根本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夜莺几下把阿伦打醒 本以为白送的想继续进行 结果听到咪咪的声音后 阿伦瞬间清醒 如果要是被丽萨误会 结婚计划就会泡汤 阿伦连忙在房间里四处躲避 无处可逃之时 只好躲在浴缸里 最终在大卫的掩护下 丽萨和咪咪还是没有发现阿伦 可她真的能够逃过一劫吗 不管夜莺有没有工作 都是要付钱的 大卫又开始给阿伦挖坑 夜莺找上门来要自己的东西 原来阿伦慌忙中穿了她的内裤 这可真是人赃俱货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夜莺把手中的内裤直接套在她的头上 结果阿伦发现 大卫竟然是个鬼 反复确认即便她的头顶都是青色的 大卫察觉到身份被识破 连忙离去 事到如今 阿伦根本解释不清楚 最终丽萨将她轰出门去 阿伦哪能咽得下这口气 找了一群人来捉青头鬼大卫 虽然不是什么高手 但对付小鬼绰绰有余 阿伦想要证明给丽萨看 大卫是青头鬼 几人来到大卫房间开始行动 他们把所有窗帘打开 让阳光照射进来 并且使用硫磺粉 想要将大卫逼出来 满屋子硫磺粉熏烤未闹 大卫实在难受至极 想要逃出去 可无奈外面阳光太刺眼 他只要一出去 就会灰飞烟灭 正当大卫全副武装准备出去时 结果被几人逮个正着 一招金蝉脱鞘顺利逃脱 只可惜最终还是落入几人之手 大卫狡猾至极 再次逃脱 隐身在周围 于是几人喷射黑狗奶 令他显现原形 最后再撒去石灰粉 让他无处可逃 最终在他们的努力下 大卫在角落里显星 但他怎可能轻易放弃 逃进厕所之后 用鬼手印拖延 随后打开热水淋雨 开始反击 不过这只能拖延一时 很快几人又开始围攻大卫 朝他身上以血千里 男人属羊鬼魂属鹰 大卫被折磨得苦不堪言 浑身都冒着刺眼的火光 最后几人用吸尘器将他收进去 本想用阳光将大卫彻底烧毁 只可惜他拼死挣扎留在管道里 阿伦用尽力气想把大卫吹出去 结果大卫竟然进到自己的位里 无奈他只能开始灌酒 试图把大卫给烧出来 可这招根本不管用 其他几人只好相互配合 一人掐住大卫的身体 一人用衣架把他勾出来 长长的衣架伸入胃中 他们成功把大卫勾了出来 其中一个人把Lisa和Mini叫过来 正巧目睹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狼狈不堪的大卫开始打感情牌 想要Lisa把纯洁之身献给自己 可他怎么会同意 大卫只好假装示弱 变成一只鸽子飞走 今晚大气将至 他真的会放弃 为了防止衰鬼再找上门 几人决定即刻让阿伦和Lisa入洞房 但因为阿伦醉得不省人士 根本没有心思和力气办事 无奈咪咪只能去给他冲杯深茶解酒 起不料大卫竟然再次偷袭 听到咪咪的尖叫声 几人连忙过去查看 结果却并无异常 不过咪咪的行为看起来极为怪异 几人并没有放在心上 可当阿伦说出杯子里的是酒时 他们才猛然惊醒 眼前的咪咪竟然为大卫所变 担心秘密有事 几人连忙去厨房找 结果在冰箱里发现瑟瑟发抖着他 等几人再回到卧室时 大卫竟然变成Lisa的模样 又再给阿伦灌酒喝 这下彻底醉到倒头就睡 为了让他彻底清醒 几人拿来一杯热啤酒清醒 阿伦瞬间恶心之意袭来到厕所狂吐 而吐了之后一定能够清醒 就当几人得意之时 厕所里竟然出现两个阿伦的身影 二人相互指认对方是假的 可狐臭假头发和小时候的记忆全都一样 一群人瞬间不知所措 谁知二人越说越上头 分别表明自己对Lisa的心意是真的 他们接过刀子 真阿伦割伤手臂 假阿伦竟然取出一颗活蹦乱跳的心脏 大卫自知穿帮立刻闪身消失 美事将近 阿伦彻底清醒 为了防止大卫再次杀回去 他们把所有东西都清了出去 但因为太多人在场 二人又有些不好意思 于是大家只好齐心协力举着床板 本以为万无一失时 大卫竟变成一只蜘蛛偷偷摸进来 阿伦和Lisa缠绵时 一只诡异的手从被子里伸出 只以为是女友的情趣 她并没有在意 准备继续缠绵 结果却被那只手直接丢下床去 几人翻找之下 才发现大卫竟变成了床单 他们连忙泼汽油将其点燃 大家以为一切大功告成 可大卫还是悄悄溜走 灰头土脸的 他即将面临无法入轮回的结局 这时鬼差也已经到来 想要将他抓回地府 大卫郁闷的逃回洗手间 结果好巧不巧 Lisa来上洗手间 或许是上天的旨意 自己终于与纯洁之身结合 头顶的青色头发也变成黑色 虽然可以入轮回 不用徘徊在地府里 但鬼差刚到 就闻见大卫身上有厄运的味道 原来几人发现大卫的阴谋轨迹 将他团团围住 既然夺走Lisa最宝贵的东西 那自然要留下他最宝贝的东西 最后Lisa手举大剪刀 剪下大卫的二弟 这样的他入了轮回 又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本片完 整部片子处处充满娱乐色彩 香港鬼片和市井喜剧的结合 是一部典型的爆米花电影 开场成家班几位龙虎 饰演的捉鬼小队 十分有感觉和格调 而后面捉鬼的部分 模仿了捉鬼敢死队 最后的结局 也不同于其他影片 扮演大卫的陈友不再出演道士 而是出演了青头鬼的角色 他一人分饰两个角色 斯文败类的大卫 和风流倜傥的robot 两个人性格截然相反 但陈友却将他们的特点 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在电影《僵尸叔叔》里 扮演了一名古板严厉的道士 又是一种迥然不同的风格 不知道小伙伴们还知道 他演过什么电影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